中国已经忍无可忍了 对于美国极端的无理由打压 不过这次是直接反击 在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来访之前 我国宣布禁止加和折等稀有金属出口 这一刀算是直接砍到了老美的大动脉上 但这只是打抢反制前的开胃才罢了 中国还有20多张底牌没打 看耶伦来中国时的态度就知道了 美国内部已经出现了分歧 中国反制美国 或许中国会输 但也一定会两败俱伤 而这一仗中国必须打 中国目前还有什么底牌没亮呢 又为何非得强硬反击美国呢 大家好 我是阿硕 目前的世界局势可以说就是中美间的博弈了 在大国竞争中 想要一击毙杀是不太现实的 所以底牌就是双方最重要的博弈资本 美国这两年对中国打压最狠的莫过于芯片产业了 先是联合了日韩两国对中国芯片进行不死角打压 接着又威胁荷兰 ASML公司不准出口一袋光刻机给中国 当时中国做出的反应就是彻查美光 作为全球三大芯片公司之一 每年在中国大陆疯狂捞金上百亿美元 但美国一边在中国赚钱 又一边花钱 游说美国政府制裁中国大型芯片企业 就算是长江的储存芯片都不放过 然而中国的第一次反击也彻底激怒了美国 于是美国便又威胁荷兰 现在连次一级的光刻机也不准出口给中国 这对中国芯片行业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 所以在7月3月的时候 我国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了公告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决定对家和者等相关元素进行管制 这是中国第二次在半导体领域 对美国的制裁做出反击 这次反击的巧妙之处 就在于他们对自身的影响很小 但是对美国的半导体行业影响是巨大的 中国占据了80%的家 并且拥有全线生产线 基本全球的家都要从中国进口 就连美国也是极度依赖 一旦中国限制出口 包括光纤设备 半导体 电动汽车等等高端科技技术 都会出现原材料危机 包括者也是一样 美国占据了48%的者 但它目前并没有生产线 而者同样是半导体领域的重要原材料 这张底牌的打猪 一时间西方都懵逼了 因为者和家的需求平时并不多 但却很重要 所以各大经营相关产业的西方企业 便纷纷寻出路 一些大企业 甚至在拜登政府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朝中国妥协了 家和者只是中国反击美国前的开胃菜吧 由于中国全产业链 矿产资源丰富的缘故 很多世界各国都高度依赖的矿产 都只能从中国进口 这既是中国这些年深度布局的因素 也是中国慢慢从弱势走向平起平坐的基础 在7月5号的一档节目中 金一南教授表示 中国至少还有20多张底牌可以打 李矿 稀土的出口 光伏等等 在过去的时间中 中国一直在被动挨打 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不想反击 因为中国一直想要的是和平发展 但退步并不是喊过天空 而是更加极端的制裁 那就不得不打了 面对中国的这一次反击之后 美国方面做出的反应 其实也很奇怪 一方面 美国政府做出了反制 一边是考虑不准中国企业 使用美国云数之后 一方面又坚决反对 中国对半导体关键原材料 进行出口管制 但同时 耶伦的访华也在同步进行 耶伦来中国肯定是带着任务的 想让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 帮他们降低通货膨胀 所以说 美国人现在实际上是有点神经的 拜登政府的想法就是 我又要打你 但是你又得帮我 但他好像忘了 他面对的是中国 不是小国家 不是你通过一些制裁 中国就会束手就行的 目前对于者和家的反制 美国都没办法应对 如果美国再次不讲道理 想当个流氓国家 那中国到时候 再对系统进行管制 美国不就更加没有办法了吗 其实从这一点上面来看 美国内部现在其实也很纠结 绑华的目的 肯定是为了缓和跟中国的关系 但反对中国 已经在美国成为了 政治正确 而国内的一些人 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也有不同 有人就说了 干嘛要跟美国对着干呢 到时候肯定是舒服 都卧薪尝胆这么多年了 实在是太冲动了 这可能导致中美之间的关系 更加恶劣 到时候 中国这几十年积累的抵律 都会被消耗一功 这一味的退让 就真的有用吗 对于中美竞争关系 中国态度的问题 用伟人的话来讲就是 以妥协求和平 和平王 以斗争求和平 和平存 中美关系竞争越激烈 国际秩序也更紧张 有人说 让中国退步就行 但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都一直是一个 固权大决的国家 为了稳定 全球的经济稳定 中国一直在遭受制裁 但很少反击 甚至 08年经济危机 还帮美国过渡了危机 但美国并不领情 还是要一味的打压中国 在7月6号的时候 有一篇文章说 如果中国不反击美国 世界供应链会稳定很多 可这 这就是让中国 做美国的血汗工厂 但这是不现实的 中国的复兴 是一定要完成的 记得当初 乌林肯来华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是 美国制裁中国 是因为中国 威胁到了美国安全 这种 把事情做绝的国家 不让别国 好好发展生存的国家 已经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所以 我们不但要反击 而且还要持续的 拿出底牌进行反击 否则 按照美国的尿性 百年前中国屈辱 有很大可能会再次发生 而未来世界的舞台上 也会失去中国的位置 目前 有很多国家 已经站队中国 伊朗 沙特 俄罗斯这些国家 都在看着中国 同时 也还有很多 没有站队的国家 但是一旦中国 露出疲软的状态 这些国家 一定会选择美国 到时候 中国的处境 将更加艰难 中国已经被美国 逼到了墙角 此时不反击 何时反击 无论未来中美关系 是否会因为 中国反击极度恶化 中国也要反击 直到美国意识到 自己的错为止 向中国主动弹劾为止 而在那个时候 中国才算彻底 站立了起来 世界也将不再 承受美帝之苦 中国身上背负的 不只是中国人民的期望 还是所有第三世界 国家的期望 只有美国败了 第三世界的国家 才有出土之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伟大宏远 才有机会实现 这个世界 只有合作 才是主流 只有每个国家 分工明确 成果共享 才能让人类 走出地球 而不是看着 别人过上了好日子 就开始掩护 去砸人家的饭碗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到这里了 联合关注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